在最近召开的阿拉伯·伊斯兰联合特别峰会中,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展现了空前的团结。 这次会议在沙特首都利亚德举行,原本是为了响应日益紧张的巴以局势而召开的。 此次峰会集结了多个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以及伊朗总统莱西,这样的高规格参与显示出伊斯兰世界在面对地区冲突和挑战时的紧密合作。 峰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共识,标志着中东伊斯兰世界在反对以色列方面形成了一个更加统一的立场。 这些共识不仅反映了成员国间的协同合作,也可能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在会议中达成的共识包括,将竭尽全力按照1967年6月4日决定建立巴勒斯坦主权国家,首都市盛城耶路撒冷。 二,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侵略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并要求立即停止这种行为。 三,不承认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是自为性质。 四,采取必要行动解除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围困。 阿拉伯、伊斯兰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车队立即进入加沙地带,呼吁国际组织参与这一进程。 五,要求安理会做出果断和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制止侵略,并考虑不采取行动的国家是以色列残暴侵略的共谋。 七,要求所有国家停止向占领当局出口武器和弹药。 八,要求安理会立即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一切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请求国际刑事法院总检察长对以色列的战争罪展开调查,并指派阿蒙总秘书处跟进。 十,拒绝任何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个人或集体强迫转移或流放驱逐的企图。 这是迄今为止,中东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首次共同就巴以冲突和加沙地带的局势统一表明立场。 在最近的巴以冲突之后,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平民遭遇了以色列军队的激烈攻击,造成了大量的伤亡。 这一行动引发了中东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怒,认为以色列挑战了国际法和人类的基本道德准则。 在这种背景下,原本关系复杂的伊斯兰国家开始团结起来,对以色列乃至美国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统一立场。 这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开始,尽管未来的中东伊斯兰国家联盟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团结,中东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正在考虑采取四项关键措施。 一、冻结所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关系。 二、阻止美国利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基地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三、运用石油武器和经济力量施压以色列,迫使其停止侵略行为。 四、禁止以色列军用和民用飞机在阿拉伯国家领空飞行。 今年三月份,伊朗和沙特在中国的推动下达成了和解,这为伊斯兰世界组成反义联盟奠定了重要基础。 如果伊朗和沙特仍处于对立状态,如此广泛的共识在伊斯兰世界是难以实现的。 这次会议的成功和达成的共识表明,尽管美国运用了各种手段,但仍未能阻止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和解,以及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大和解进程。 事实上,巴以冲突的爆发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此外,美国也未能阻挠中东大和解向更广泛的团结转变,包括反以色列统一战线的形成。 这次会议的共识为中俄一、朗、联盟的扩大至中俄一、斯兰提供了重要条件,从而使之成为现实。 这种联盟的形成将极大促进亚洲大陆的一体化,并可能作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以反霸主义为核心的更广泛联盟。 这包括亚非国家在内的全球性联盟,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屠杀和种族灭绝行为,可能是继二十世纪反法西斯联盟之后的最广泛联盟。 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共识基础上,得到中俄等国的支持和努力,有可能促进伊斯兰世界在反以色列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形成反对美国霸权的全球统一战线。 目前,美国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要么继续与以色列结盟,面临进一步的国际孤立,甚至成为新的反霸权和反法西斯运动的对象,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敌人。 要么迅速与以色列切割,求得自保,但这也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安全格局和石油美元的不稳定。 现在,美国的决策者和幕后支持者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是牺牲美国的利益来支持以色列,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放弃以色列?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考虑美国的政治格局,由民主党主导的政府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组成,目前正就支持以色列和援助乌克兰的问题发生争执。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内部的资本势力,无论是犹太资本还是非犹太,昂萨,资本,也面临着激烈的内部竞争。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 随着这个冲突的深化,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变得更加复杂,进一步陷入困境。 美国在应对巴以冲突时,面临三大担忧,首先,担心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因此团结起来, 形成一个由逊尼派国家提供资金,什叶派国家提供支持的强大阵营,使美国陷入消耗战。 其次,担心中俄介入与巴勒斯坦和中东伊斯兰世界联手,形成一个中俄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盟。 最后,美国担忧在中东陷入孤立,导致美军被赶出中东以及石油美元体系的终结。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美国在中东部署了大量军力,包括两艘航母,一艘两栖攻击舰和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这些部署旨在一方面威慑中东国家不对以色列和美军发起攻击,另一方面阻止伊斯兰国家的团结。 然而,两个目的都没达到。 美国曾经让自己的核潜艇浮出水面拍照,并通过媒体公开以色列的核武器数量。 同时,有以色列官员威胁要对加沙地区使用核武器。 尽管采取了这样强硬的核威慑策略,美国在中东的目标仍未实现。 美军在中东的行动受到了抵抗武装的威胁,但整体上表现的较为克制,这暴露了其对战争的忧虑。 目前,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等反以色列武装组织与以色列国防军的冲突已对以色列造成了严重损失。 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暂时捆绑在一起,但以色列的一些行为正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 欧洲与美国在支持以色列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欧盟内部因巴以冲突争议不断,指责以色列的声音日以高涨。 此外,美国国内也存在分歧,而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的短处。 以色列对加沙巴勒斯坦平民的攻击政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促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以色列提出批评和警告。 以色列对此感到不满,反过来揭露美国和英国的问题,以此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在2022年10月30日的全国讲话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及了1944年英国空军队哥本哈根的盖世太保总部的轰炸行动。 他指出,尽管这次行动目标合法,但由于飞行员的失误,导致轰炸误寄了附近的儿童医院,造成至少84名儿童死伤。 内塔尼亚胡质疑,这种情况是否可被定义为战争罪行。 此外,内塔尼亚胡还提到了其他几个国际军事行动的例子,包括2004年美国在伊拉克费卢节的战斗,以及2016年和2017年美国在摩苏尔的行动。 他指出,在摩苏尔的冲突中,为了消灭数千名激进分子,美军及其联军的行动导致了多达8000名平民死亡,并摧毁了大部分城市的核心区域。 内塔尼亚胡的这些言论引发了国际关注和讨论,暗示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的行为模式相似。 同时,内塔尼亚胡还提到了以色列和犹太资本控制下的西方主流媒体之间的争执。 他提到,10月9日,以色列通信部长石洛默、卡西向纽约时报、CNN、美联社和路透社发送了一封信件,指责这些媒体的摄影记者事先知道哈马斯于10月7日发动的袭击,但没有进行预先报道或预警。 这些言论和行动均在国际舞台上引发了激烈讨论。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9日报道,以色列前常驻联合国代表、议员丹尼·达农发表声明,指出任何记录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的摄影记者将被视作袭击的参与者,并将被列入以色列的消灭名单。 报道中体现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一方面有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加深,另一方面则是分裂和孤立的加剧。 巴勒斯坦人民在抵抗过程中,不仅挫败了美国主导的中东和解方案,还对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的实施造成了影响,被认为是对美国在中东霸权地位的挑战巴勒斯坦人民的牺牲,被视作为全球正义力量的觉醒和行动的契机。 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源自美国和西方的霸权政策。 即便在今日,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仍然支持以色列,忽视其对巴勒斯坦平民造成的伤害。 作者认为,只有结束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霸权,巴勒斯坦人民才可能实现解放。